我的腳要不要上來? 有 要不要上來? 這一定要垂直 垂直之後才不會造成膝蓋的傷害 就扶著,千斤扶著慢慢 開始左右輕輕地旋轉 先內旋 輕輕地內旋 會痛嗎?不會痛喔 現在做的是膝關節 膝關節的鬆 鬆膝關節的方法 上下也要動一動 上上動一動,再左邊 內旋 嗯,再亂選一個八下八下就可以了 八下 這邊換,一換只有塔 下,先下來 他從來沒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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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來 先慢慢下下 先八塊 拉一下 拉一下 拉 先拉 拉 拉 拉的時候 這邊順便直接 用吃點小粒 吃點小粒 那現在第二步驟 要做 換關節 對呀 換關節 換關節 壓 太堅強 這邊要壓一下 這邊要壓一下 壓 這邊動 這邊也跟著動 這邊也跟著動 後面又要點住 所以那個手指 那個 右手也是要動 輕輕往下拉 左手輕輕往下拉 右手輕輕地按一下 輕輕地按 不要用力按 上gel 按的就是 翻鼻 上側的地方 連翻鼻一起在那邊動 翻鼻就是那個 前面一半有那個叫翻鼻 翻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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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千按翻鼻 慢慢慢慢慢慢 越來越下拉 有沒有 越來越來越來 然後 嗯 嗯 嗯 再來 動一動囉 鬆一鬆 鬆一鬆 鬆的幅度越來越大 不要開始就大 輕輕的慢慢越 幅度越動越大 給你它的間隙越來越大 6 7 8 1 3 4 6 7 8 1 2 3 4 5 6 7 8 再選 1 2 3 4 5 6 7 5 8 前面 1 2 3 4 5 6 7 8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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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可以,已經鬆掉的時候,你先壓膝一塊,就直接壓 手這樣輕輕,往下拉,壓, 再來,腳底落地了, 平了上去來,平平了,有沒有? 下來,上來,下來,上來,就拖個平,平地這樣走, 讓他的腳板底有摩擦到,對,摩擦,摩擦,不是懸空的,摩擦, 摩擦,慢慢一點點動, 這也等於走路了,對對對,後面的筋太短, 一點點拉,用力太,能力拉的話,容易把筋傷害到筋, 不疾不徐,有耐性的,天天加強,這樣子 嗯 這髖關節的一些韌帶啊,周邊的韌帶很多 齁,那個側面的肌肉齁,就是外廣肌,齁,內廣肌,直肌, 這三條大肌韌帶,有三條大肌肉的尾端啊, 就是指點,都是大的韌帶, 就把韌帶收掉,膝蓋就算彎了, 那個層上取下,這邊肌肉下來,這邊整個, 就往下面肌肉態,有起點,就是小腿的起點, 大腿的直點,跟小腿的起點,都在這裡, 所以把它收掉,這樣這個方法是, 一、二、三,這樣順便就是,把小腿的肌肉訓練出來, 大腿的肌肉訓練出來,大腿的肌肉訓練出來, 你以後要站的時候,大腿無肌肉就沒有支撐了,齁, 所以養,現在開始養肌肉,練肌力, 那小腿的肌肉有一點都萎縮了, 對啊,所以說,我們每天這樣動,動就放了,慢慢慢慢, 不然要怎麼支撐,天天,現在開始要訓練肌肉了, 這樣肌肉就會長回去嗎? 有動就會長肌肉,用勁肺退, 你完全不動它,就是肌肉越來越萎縮, 你知道外太空人去太空,無力狀態, 所以你自己也有經驗,你躺下來,三天不動,下來腳軟軟, 虛虛的無力,自己肌肉一個叫智容作用,自己會柔子, 欸,奶奶點頭咧,你聽得懂啊,對不對? 奶奶你聽得懂啊,這點頭啊,老實說的有道理,對不對? 自己這隻蛋啊,動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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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動,來,上下,上下, 就大腿裡面在這裡動,所以奶奶可以坐下來的時候, 你把腳幫好,這樣子幫好,幫好,讓它這樣子,幫好, 讓它這樣子,幫好,讓它這樣子,幫好, 你說坐下來? 對對對,坐在輪椅上的意思嗎? 坐在哪裡?坐在輪椅上? 好,來,像我們用那個,那個什麼? 畢國林 畢先生啊,你看喔,我們來,我們弄一個什麼樣的方式呢? 欸,怎樣? 我不要讓,奶奶往後 好,來,我弄給她看好 讓她跟我就是,就是,七腳法,奶奶現在開始要練習, 你,膝蓋,你的耐力啊